谢谢大家 正常 好 那正常的话呢 我们回顾一下有两分钟 咱们我看那个在曲里看到大家打卡还是非常好的 就是第一遍咱们通过这个文本的形式 然后第二遍呢 通过小打卡 第三遍再通过音频 都还是不错的 都还是不错的 好 第一组策能想想什么 platform过剩过多 跟老师读一遍 下一个词啊叫做plenty of 表示我们所说的叫做这个 许多 但是跟多有关的 driply的再次读还是充满 那deeply的不满 耗尽 看能不能想起来这些词啊 provident 不断向前 向前看的人呢 叫什么有远见 往前看 有远见的 下一个啊叫invisage 展望设想 invidia是不想看你的 这当然讨厌的 improvise 不用之前看 要讲单词 还是要我说了吧 多讲一讲啊 clarity 清楚明白 nominate 来自name 名字 提名 due the gold 镀金 gracely 灰色的啊 叫做毛骨悚然 feather 跟脚有关啊 叫做脚撩 动词叫束缚 束缚 reimbursed 报销偿还 sander 分裂 分开 acetic 苦行金玉的 mask 戴面具的 假面舞会 miscellaneous 混合的戏盘 就是混杂 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 好 来看这边 第一个 啊 第一个 叫做 aggregate 啊 表示我们说叫什么 叫做 这个东西啊 大家以后记住 学材料的 你记住 不学乡官专业 不用记啊 集料 股料啊 但重点 我们考试当中考 第一个意思 就合计为总计为 我说啊 her earnings from all sources aggregated one million dollars 总计为 一百万块 啊 这个词根是跟聚集集合 有关啊 聚集这个叫群聚 聚集在一起 还是集合 看到吗 下一个单词啊 叫不聚集 分隔离 隔离开 desegregate 废除隔离制度 啊 离开群体啊 我们叫做 极过分的 不好的 这是一个贬义词 极过分的 不好的 臭名昭著的 啊 是吧 distort distort 表示的意思 扭句 distort the truth distort time contort还是一样啊 叫扭句 extort表示的意思 叫做敲诈勒索 blackmail retort 啊 叫做回嘴 反过来 二一边相反 反回您一把啊 偷他的是 侵权行为 啊 torture 啊 表示的意思 叫做酷刑折磨 tormant 啊 折磨啊 苦恼像是折磨你的精神 啊 tortuous tortuous 折磨的tortuous 或者tortuous 都行啊 叫迂回 tortuous mountain road 看一下这个啊 图片啊 这个图片也是帮你辅助去记忆的啊 好 看这边第一个forster 服侍他促进培养啊 昨天的怎么样 昨天的如何 七年整了啊 还行吗 哎 如果大家在那三遍打卡的话 应该还好 因为我们昨天第一节课 其实内容并不是很多啊 同学们的回去呢 也应该把 我们说的这个 呃 这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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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回去说的这些那什么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叫 字母变化规律啊 大家回去呢 应该也看一看啊 应该也去看一看啊 就是大家回去还是得得加加油 啊 还是要加加油啊 好了啊 那我们来开始啊 看看今天的内容 哈喽 打卡一定要每天三次啊 都要都要跟上 然后更重要的还是要多读一读啊 因为你读的话 我们第三遍的次日那个五点那一次 是音频的形式啊 它是音频的形式 所以呢 上课的时候也要多读一读一读之后呢 才能够干嘛 才能够对于这个词的印象增加深刻 然后听到音频之后才能够反应过来 啊 才能够反应过来啊 如果今天是第一天来上课的同学 啊 再次提醒大家啊 大家呢 关注一下这个微信群啊 加这个微信啊 取根 加过了不用反复加啊 都一样的 不用反复加啊 加多了 再还是神经衰弱 手机总小 取根我的名字113啊 先加进到这个个人微信 加到这个个人微信之后呢 到时候小姐就会拉你进去啊 加微信的时候 加上取根万词班 以及手机的四位号 然后就跟他说 让他把你拉进来就行 一定要加手机的四位号啊 后四位号啊 后四位号啊 音频昨天已经说了啊 在页面处 在页面啊 QQ材料的位置啊 然后第一天来上课 再次强调一下 我们记笔记的方式 记英文 词性 还有它的同一替换 以及助记方法 啊 助记方法啊 他加了它的话 倒是再加一遍啊 再加一遍 因为这个忽然加这么多的时候 会容易被封号啊 所以昨天被暂停了 很长时间 那今天呢 大部分都已经加过了 那今天咱们再加一下 那时候会容易一点 啊 好 那咱们来开始看一下啊 今天的第一个单词啊 叫做comprise 来读一下啊 comprise 啊 大家这个红色的小卡片 都知道怎么用了吧 啊 哈喽 都知道怎么 都知道怎么用它啊 哎 就他把它挡上啊 这是我们这个第六季的 全新的一个设计啊 一个设计啊 就大家看书的时候 也都是可以 可以去用它来去使用的 还是蛮方便的啊 好 第一个单词 叫做comprise 表示的意思 叫做包含构成啊 所以比较简单的啊 这个包含构成 大家回忆回忆 我们幼儿园的一些词汇 比如说include 还有什么contain 大家还记得这两个单词吗 还有印象吗 包含这个东西啊 包含了什么什么include啊 或者什么叫做contain 都有啊 这个比较简单的基础一些啊 那我们看下面这些词 来第一个 comprise 动手写一写啊 好 第二个单词 叫做apprise reprehend apprehend apprehensive 快速写下来 一定要动手写一遍啊 写英文和词性 写英文和词性啊 apprehensive 汉语意思不要写 然后我会去讲它的技法 comprise apprise reprehend apprehend apprehensive 好 我们来首先看一下这个词根 大家先看一下这个词根 这个词根呢 praise和prehend 这个词根在拉丁词根当中 跟什么有关呢 它表示的意思是抓住的意思 这个动作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prehend里边有哪个词 为什么叫抓 它里边有哪个词 是不是有个手在里面 看到了吗 所以这个词根为什么是跟 跟这个这个这个 抓有关 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通过熟词去记这个词根的话 大家有没有学过 咱们进过监狱的同学回忆一下 参观过的同学 看看prison 咱们看过当年的越狱吧 叫prison break 对吧 你们这个年代 这个美剧的鼻祖 你们这个年代美剧的鼻祖 prison break 所以抓进监狱 是跟抓有关 所以为什么叫做构成呢 组成构成呢 其实就把它抓到一起 咱们有没有学中医的同学 是吧 你看一个 抓点药 就抓到一起来 放什么 这个枸杞 什么这个 胖大海 海金银花 是吧 这抓到一起 技术老师的一个解释 这个叫做构成 叫做组成了 衣服要抓到一起 那你看一下这里边 我们这个图片当中 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小小小的一个句子 叫做什么呢 叫做 scientists discover planet likely to comprise alien life 这边都能看过 都能看懂这个这个句子吧 现在就是这个科学家发现 这个星球可能会存在这个外星生命 对吧 外星人 你们相信吧 也都 咱们能看一下这几个 叫做 mercury venus earth mars jupiter saturn uranus naptium 和pluto 一共是这样几个 大家可以记住一句话 这是我当年上学的时候 老师讲了当年 这八大行星 现在把它给去掉了 是吧 这七个加第八个 就是记住这样一句话 这是very educated mother just to serve us nine pieces 记住这句话 这八个行星就都能记得 水金地火木土天海明 水金地火木土天海明 看能记住能理解什么意思吧 看 my就是mercury 水星 金星 venus e就是earth mother就是mars 九个 九个 说错了 九大行星 去掉这个 就剩的就是八个了 剩的这个就是八个了 第二个m就是mars 我受过良好教育的母亲 你得通过这样一句话 趣味地给她记起来 my very educated mother just served 给我们提供了 什么 九个pizzas 记住这句话 my very educated mother just serves us nine pizzas 这九个希望大家了解一下 他其实考试当时并不会遇到 现在国外考试当时偶尔会碰到 就是这种科技类的文章当中 好 这里面大家知道一下 通过作为动词来讲 通过这个小例句 能看它是一个什么动词 它是一个极物动词 能看到吧 叫compress something 直接用就行了 好 记住这个词跟监狱 这个词跟是跟抓有关 第二个单词叫uprise 我昨天有给大家讲过 我说A加福音双写表是什么来的 说表是动作的加强 所以这叫什么 叫做你看去抓住 是这种感觉 是使抓住 使你抓住信息 比如说在座的各位同学 那现在我要说一个事情 就是NBA今天晚上的比赛 现在咱们暂停了 这种感觉 使你抓住这个信息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使告知 使抓住 它叫做什么 叫做使告知的感觉 叫做通知 同一词等于谁呢 比较简单的同一词 就是我们所说的 叫做inform写上 记住这个词稍微有点难度 记住去抓住 使你抓住这个信息 那就是告诉大家 比如说我告诉大家 这个词会变化的 这个五大规则 同原词之间 让大家抓住这个信息 就是告诉你们 叫做通知 告知 通知 inform 好 看下一个单词 叫做reprehand reprehand它表示的意思 叫做谴责 这个prehand和prehand 这两个可以放到一起 我们先来看第二个词 第二个词 这个逮捕的意思 是比较直观 A加和一双 也是会加强 就是去 看 抓住一个人 把他给抓住了 你看to catch 是这个意思 记住老师的解释 把一个人叫apprehend somebody 能理解释吧 其实指的就是 我们说把一个人给抓住 同一词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基础词 叫做arrest 所以尽量写 应应是一 不要写汉语意思 昨天有同学给老师留言 说这个多停留一会儿 在写 因为这个要敲字 这个整个上课节奏 就慢下来 因为咱们是词汇课 不算语法课 打的单词相当来 是较少一些 所以我尽量慢一点 但你要跟上 我尽量先不擦 apprehend 这就是它的什么词性 这就是它的形容词 你看到了吧 后缺变意思没变 所以它第一个表 逮捕 第二个就是忧虑焦虑 这个在考研当中 考过同一词 它当年考的同一词 就是worry 你想想被逮捕了之后的 当时的一个状态 就叫什么呢 想想叫做焦虑 或者想一个人抓心脑肝 是这种感觉 抓心脑肝 去抓自己 这叫一个人很焦虑的状态 叫做worry 所以记住 动词和形成词放在一起 第一个是第一词是逮捕 第二个意思 焦虑 忧虑 同一词是worry worry 好 现在咱们来看 第二个单词 叫做reprehend 那你上我课不能走神 你一发微信 你再回来 那你肯定就跟不上了 就一直跟下来 我给你这个时间 肯定是可以写下来的 re作为前缀 还是表什么呢 表示相反 表示的是 反过来抓别人一下 就是反抓一把 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反对谴责 反对 谴责 叫做reprehend 注意一下 那这个单词 看大家能不能猜出来 叫做reprehensible 来告诉根哥 这个词什么意思 看后缀简简单单变化了一点点 我是不是说过 std这三个字母 还记得它可以变化吗 std这三个字母 还有印象吗 是不是一样 所以它的形容词变成这了 reprehend 叫谴责 able是叫什么 是不是叫能 就是应受谴责 可以被谴责 对吧 就这个意思 可谴责的 应受谴责的 写的旁边 重点 它要比动词要常用 reprehensible reprehensible 好了 那你现在看一下这几个单词 给自己讲一遍 我再次想要多去讲单词 第一个 抓到一块 所有的东西 各种各样的成分 抓到一起叫做组成 包含都行 组成包含 加强 抓住 是抓住信息 叫做apprise somebody off something apprise somebody off 等于inform inform 通知 告知 反抓一把 叫做反对谴责 这后面还会再讲一词 注意它的形容词 reprehensible 在这里 sible upprehend 加强 抓住 用手 有手 这是逮捕 把那个摁在那 叫做逮捕 下一个单词 叫做什么呢 叫做upprehensive 表示的意思叫做 忧虑的 焦虑的 逮捕的 焦虑的 等于我们所说的 worry 叫做worry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它的同一词 在这边要强调一个词 就是叫做constitute constitute 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呢 叫做构成组成 大家看一下 它和我们以前高中学的 那个 consist of的区别 来听一下这句话 能不能听懂 说 seven days seven days constitute a week a week consists of seven days 看出来它俩的区别了吗 看出来它俩的区别了吗 在这边 seven days constitute a week 那a week consists of seven days 这俩词的区别 先听懂了吧 你其实意思一样 就用的时候 你别用错就行了 你写字快的 马上就写了 7d 组成了a week 这马上就写出来了 这就是a week 一个是 由什么什么组成 对不对 由什么什么组成 这是组成了 组成了 那comprise 注意一下它的用法 be comprised of 也是 是由什么什么构成 注意这个词 一般也是用被动情绪 给大家写出来 被动的用法 也是解off 由什么什么构成 组成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反义词 那反义词 一个是包含 构成了 包进来 反义词 在我们这边给了一个词 叫做什么叫做omit omit表示的意思叫做漏掉 一个是包含进去 一个是漏掉 omit不是很难 它属于亚斯托弗 当中六级左右的词汇 它的名词叫什么呢 叫做omission 把它的名词写旁边 omission其实更好记忆一些 你看miss叫什么意思 咱们也学过吗 说哎呦 这个信息我给miss掉了 你会发现香港人 香港的朋友 是吧 很多都爱说那种 中英文夹杂 好surprise 好坚 是吧 omission 这也是miss了好多 好多也 miss好多也 所以miss叫做什么呢 叫做错过 是不是学过这个词啊 就是错过了吗 就oh给错过了 给漏掉了 是这意思 你可以通过miss去记 omission omit 这两个放到一起 omiss omission 好了 这是昨天我们说到的 那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几个例句 aggregate还能想起来吗 叫做总的 汇总到一起的 总共的全部的总之后 叫做aggregate lag aggregate 总记为什么什么 好 看下边 下一个 下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distort distort就是单词 大家可以看一下例句 能看到了吧 叫做扭曲外曲 对啊 扭曲了 扭曲了这个相关的一些数据 数据 扭曲了这些数据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comprising 一些公司包括了这500家 包括了500家公司 做的是他的一个定语 有500家公司保留了 巨额的这样一些资金 做一个foster foster 扶持他的促进 培养 作为动词这样的 一下就能看看他怎么用 一下就可以看看他怎么用 好 我们进行回来看 看下边 如果呢 在座的同学 你是第二轮 或第三轮 第二次上万词班的话 比如这些单词 很多人都还记得很好 那这一轮我建议你们把注意力放到用法上 我建议你们啊 把注意力放到用法上 就是说你们可以把每个词用精神词吧呀 或者是有道词典啊 是吧 查一查 然后把例句可以写下来 这样的话呢 你在输出的时候啊 输出的时候就会更加的准确啊 会更加准确啊 好 看下边啊 第二个预料啊 就venomize 这是我们在去年的非常火的一部电影吧 读业看了吗 venom 有印象吗 哎 venom 很多人可能去年也都看了啊 好 我们来看啊 第一个单词来读一下 叫做behold 啊 读一下 behold behold就是我们所说的see 或者是catch a sight of something 看见看到啊 你看他是这种感觉 就是拿起来给大家看啊 这种感觉 比如说拿出一个东西啊 behold 是一种势重的感觉 大家能理解吧 be 作为前缀呢 实际上表示的是一个加强 对不对 是一个加强 你看这老头啊 就拿着他 behold 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说look 对不对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它翻译成拿 或者是握 或者是举形啊 他其实旁边写上你的阴阴同一词啊 就是look啊 就是这样的一层含义 啊 那他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呢 就是跟谁一样 就是跟hold的变化是一样 behold 注意一下啊 就是我们所说的behold 这个比较偏文学一点 还是比较偏文学一点 这个词的一个用法 知道一下就行了 比如说 her face was a joy to behold 对吧 就他的容貌啊 十分怎么这样 悦目 赏心悦目 让人看起来就很高兴 her face was a joy to behold 用就行了 如果说你说看到了什么东西 就behold something 说they beheld they beheld a bright star shining in the sky 能听到这句话 说they beheld a bright star shining in the sky 他们看到了这个一个明亮的星星 对不对 在这个天空当中 夜空当中 闪耀发光 有见过behold 这个比较偏文学一点 好 我们继续来看 就是c 就这个意思 好 看下边 这两个单词 第二个词叫behold uphold 这个就通考一些 所有考试 这个词都收进来 因为我们背到u字母 很多同学 但是可能没有背到u 就已经先阵亡了 这是所有考试的一个通考词 叫做什么呢 叫做support 我们是叫做支持 保持都行 支持保持都可以 维护都行 比如说uphold the law 我们说维护法律 支持法律 对不对 按你用它就行了 维持支持 这个hold呢 咱们在以前说过叫做举嘛 就是往哪举 就是往上举 就是咱们俗称叫什么 顶你 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吧 俗称我顶你 我顶了个肥 是吧 是这种感觉 往上举 好 下面下一个词叫with hold with作为前坠来讲 知道一下 它作为前坠 表示的意思叫做back 这是一个前坠 叫做back 表示往回 所以它相当于是我们一个六级的一个短语 就叫做hold back hold back表面拿回来 是这种感觉 比如说有人给你抢东西 比如抢这个耳机 你说 给它握住的感觉 不给 是这种感觉 它给怎么样 拿住 握回来 拿住的感觉 这个叫做抑制 扣留 抑制扣留 是这种感觉 拿回来 抑制住 扣留一些东西 with hold something 直接用就形容 是一个起舞动词 up hold 往上 顶 是这种感觉 叫做顶你 前面这个单词 拿着给别人看 这种示众的感觉 这个叫做behold 好 来看第二个单词 叫做climber climber这个动作 大家可能最近在微博上和抖椅上都能看到了 对不对 今天在这个一些地方大家游行的时候就在那里喊 是这种感觉 那为什么这个叫叫嚣来读一下 叫做climber 读一下它 climber 第二个词叫disclaim 第二个词 叫做 叫做declaim 下一个词叫做reclaim 第三个叫做aclaim aclaim 好 写下来 写完之后打一下e 写完之后打一下e climber disclaim declaim reclaim 和aclaim 不能走神 我都说了 你要发微信 最后你说你跟不上了 那就不行了 不能发微信 也不能吃饭 上课就是上课 好 我们来看这个单词 叫climber climber表示的意思叫做叫嚣或大声的叫喊 就大家这种游行的时候 是吧 这种大喊大叫 你可以叫做climber 那它这个词其实就来自 就来自claim claim叫什么意思 这个咱们在高中的时候应该背过吧 叫做宣称 其实就是跟什么有关 是不是就是跟说有关吗 对不对 其实就是跟说有关的 or和er 大家知道一下 除了我们在初中老师讲过的表示人以外 表示人以外 第二个表示动作的一个反复行为 其实就强调动作反复的一个动作 就反复大家反复说 那里边反复说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叫嚣声叫嚣 叫嚣声反复喊 不停地为什么背单词这个事 走上马路去游行 是吧 这种感觉 那它下面相关的一些词 我们在基础词汇当中还学过大喊大叫等于哪个词 其实它的同一词等 exclaim exclaim也是 你看往外喊嘛 我不学 我不吃 我不学 我不考 往外喊 它俩同一词 它俩其实同一词的 exclaim exclaim 你看这个单词 disclaim 这里面这个第一词就取什么意思 第一词表示的意思叫做否定 它叫否认嘛 所以同一词就写上 denine 宣布 基础老师的解释 宣布不是 对不对 宣布不是这样的 那这就是我否认这样做 我可没跟你说过 祝你什么快乐 是吧 我没说过 你看小日本的时候 我没说过 没说祝你们台湾怎么怎么地 是吧 那你们自己编的 这叫disclaim something 好 否认旁边写一个同一词 叫做gain say 把它写在旁边 gain say这个单词 也是表示否认 这是一个留学的词汇 那这单词 大家通过谁去记忆呢 它前面其实个gain 不要想获得 它实际上是来自于against say 你这样写 它的一个技法 它其实映射的是again 就是说反对你的话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叫做against say 叫做gain say 不是gain say 不是gain 是gain gain 别给我写错了 你写gain say就完了 disclaim也是否认 好继续完来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叫做declaim declaim叫做to claim or to proclaim something with strong feeling 能力的这意思吧 to claim something with strong feeling 听懂什么意思了吧 就是我们说这种激昂的宣称 或者我们叫演讲 下一个东西吧 激昂的宣称 演讲 其实我们在上 就是革命 你看以前那个抗战电影 狼中经常会有出现这种 往下 第一其实在此处 是表示一个加强了 只有这个通过词根 去解释它是一个加强 但是你可以把它讲成向下 对下面人宣称 记住老师的解释 你看 对下面人 下面做的人 下面的人 去宣布一些东西 宣布 这个叫做 叫做什么呢 叫做演讲 或者叫做慷慨陈词 这俩别混了 第一次是否定 这是否认 gain say 对 gain say 第二个就叫declaim 叫做激昂的宣称演讲 好 下一个单词 叫做reclaim 没跟上没关系 一会反复写两遍 reclaim这个词 最常考的意思 叫做开垦 这个在六级里就有 但它六级里属于 相对来说 稍微难一点的词汇了 在留学当中 还有英卓里面 这个词也都给大家收进来了 reclaim 比如说我们说 reclaim the land 那我们说叫做什么 叫做开垦这片土地 开垦土地 可以用这个单词 说the land will be reclaimed for a new airport 能听懂这句话吧 this land will be reclaimed for a new airport 能听懂这句话吧 说这片土地将被开发 用来去建机场 建那新的机场 这个叫做reclaim 好 第二层含义 还可以表示什么呢 还可以表示的意思叫做 什么呀 叫做恢复收回 还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你看看are作为前缀 表示的意思叫做back 它就是宣布回来 记住老师的一个节目 你看宣布啊 回来 所以叫什么呢 叫做要求归还 要求收回 都行 要求归还 要求收回 好 造一个句子 就听懂了 叫做什么 说the team reclaimed the title from their rivals 能听懂吧 说the team reclaimed the champion from their rivals 能听懂吧 说这个队伍啊 从他们的 rivals 对手当中 重夺回 对不对 夺回了冠军 要求收回 或者是拿回 都行 reclaimed the champion reclaimed the title 所以re作为前缀 就表示往回 要求他回来 要求其回来 这个叫要求收回 第二个 开垦这个计量 通过什么 通过这个 短语去记了 reclaimed the land 你写一个短语 就明白了 好 看最后一个单词 最后一个单词 叫做acclaim acclaim表示贺彩 这是英语一里面 考的原词吧 选项里的词汇 选项里的词汇 a加福音双写 比较加强 记住 这叫做 你看 去喊嘛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说的 去叫好 记住老师的解释 我们在生活当中 都看过那马路上 把马是卖艺的 小燕子当年 看什么东西的时候 说好 这种感觉 好啊 是这样 哥 你是在马路上 看到我的时候 在马路对面 使劲喊 是吧 你好帅 是这种感觉 这叫喝彩 叫好 叫acclaim 叫做acclaim 所以这几个词 通过谁去区别 通过前缀去区别 你看第一词是否定 宣布不是这样的 gain say 不是gay say 第二个 declaim 对下面的人宣布 叫做演讲 演讲 reclaim the land 记住个端语 叫做开垦 开垦土地 第二个叫做 要求收回 reclaim something 他比较收回 下一个词 叫做acclaim 加强 好啊 叫好 叫喝彩 喝彩 好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看一下边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什么呢 叫做antachnist 读一下它 antachnist 咱们比较简单一点的词 是enemy 这简单词 幼儿园词汇都会吧 幼儿园词汇 这词会吧 咱们看这个图片 有过童年吗 看刀疤当年 都有印象吗 看过狮子王吗 对吧 应该看过 你看这是大反派 像我们在座的同学 如果你有那个 表演系的同学 就是我们常说 那个大反派 就是他 对不对 大反派 有这个主人公 主人公相反的人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 怎么去记它 跟老师读一读 叫做antachnist 注目在第二音节 antachnistic 后续变意思没变 看下来吗 后续变意思没变 暴露年龄的动画片 确实是 这个我看的时候 都是我上小学吧 应该是90年代 还是90年代初那时候 好像可能是 antachnistic 好 下一个词 opponent adversary 写完之后打一下1 不要走神 马上下课了 坚持 你看半个小时又结束了 是不是很快 好像没怎么讲 你就半个小时又没了 好 来看这边第一个 这个单词为什么我们叫做对手 敌人 enemy 写上同一词 它这个前半部分不要想象an 它实际上影射的是anti 这个前缀 anti作为前缀表什么意思 它表示相反 你看这个antach 它其实影射的是anti 是一种反对的感觉 而中间这个ag呢 它实际上是来自谁 这个词根先了解一下 现在先不展开讲 它实际上是来自act这个词根的变形 act它表示的意思叫做行动 你看 a 看ppt 现在明白了吗 再看一遍 act 就是act 就是act 叫做ag 这个行动是表 这个act这个词根是表示行动的意思 所以叫做相反行动 这句叫做反对你的人 反对你的人 叫做敌人对手 敌人对手 那下面这个词叫做敌对的 形容词要比名词长考 但如果我们像学这个戏剧的同学 这词导一边可能会看到上面这个单词 叫做敌人对手和敌对的 敌人对手敌对的 好看下面这个单词opponent opponent它的动词可能更熟悉一些 动词在四级里就考过 叫做什么 oppose oppose表是名字来的孩子们 叫做反对 对不对 这就是反对的人 后缀变意思没变 opponent oppose 反对反对的人 好 最后一个单词叫做adversary adversary 也叫敌人就他们同一词 看一下 它的形容词同样还是在四级 亚斯里属于五分词了 四级里就考了 叫做adverse adverse叫什么意思来的 叫敌对的 相反的 敌对的 忘记的东西写一下 敌对的相反 这不是形容词在这儿的吗 比如说adverse wind 逆风 对不对 adverse condition 逆境 相反的境遇吗 所以这个就是 看反对你的人 ary 作为名词后缀 如果是名词的话 一般表示人或地点 ary如果是名词后缀的话 一般表示人或地点 所以你看这就是反对你的人 这就是敌人对手 enemy opponent 反对者 敌人对手 对他敌手 oppose 想想这个动词 opposite 相反这个单词 前面这个单词呢 看这个单词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想成ant anti这个概念 这才表示相反 做反对 反对行动的这样的一个人 还是叫做对手 敌人 antagn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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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注意的一点 看里面 这个例句 他一般表示的就是舌毒 这个用的是最多的 如果大家学过新概念四册的话 新四 二十课 还二十一课来的 就讲那个snakes 毒蛇 那个文章就讲了毒液 这个毒 舌毒一般会用这个单词 叫venom snakes 看到了吗 叫做有毒的 叫做有毒的 有毒的 毒液就是他 那venom 这是他的名词形式 上面就是他的形容词 这个词我解释一下 他的一个造词 这稍微难一点 这个om 他其实影射了一个词 叫做omen 这个单词 omen表示的意思叫什么呢 叫做凶兆 这个看在以前没有听过 叫做不吉祥的 这样的一个证兆 凶兆 不是那个 不是你们想的那个凶兆 那叫凶兆 那带个儿化音 这个没带儿化音 这是凶兆 这个凶 得给我整错了 而ven呢 他其实前半部会影射的 这个词根表示的意思 叫做带来 to come 它是来自ven的词根 原形也是 咱们这点先不展开讲 先了解一下 就是带来一种凶兆 你看这个蛇 就是一种不吉祥的东西 大家看到了吧 带来一种凶险的东西 你看有的时候 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 马上嘴唇发紫 印堂发黑 是吧 鼻子里窜血 这叫做中毒了 这人带来一种凶险的感觉 叫做omen venom 毒液有毒的 我们学过最简单的毒是谁呢 大家看一下 这是最简单的词吧 叫做poisonous 这是应该属于高中的 也是司机里的 考研里面也有它 是不是来自于毒药的一个单词 对不对 叫做poison 毒药这个单词 那有毒的 这个一般也强调是有毒 很致命的这种毒了 toxic这个单词呢 它表示也是有毒 但它的区别就是 它有毒未必致命 比如说 我们说叫做 toxic gas 就咱们说汽车尾气 这大家能理解吧 汽车尾气的这种 有毒气体 我们叫toxic toxic gas 有毒气体用它 poisonous一般强调是食品吃完 就一日丧命散 含笑半步颠 那种感觉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lethal lethal叫做致命 致命的 你再想想 你看lethal 立刻就走 吃完这碗饭 立刻就走掉了 你这样想lethal 立刻就走掉了 离开人世了 叫做很致命的 叫deadly 也是这个词 看这个图片当中也给出来了 就是立刻就很容易死掉 deadly 致命 叫做致命的 lethal toxic 好 最后一个单词 这个词呢形容人的毒 所以这些词咱们做一个区别 你给写完了 最后一个区别 你看第一个是形容神的毒 vendomous 叫毒液 这就跑不出去考试就这几个毒了 常见的就这几个毒了 它专门形容舌毒 这个用的是最多的 比如说什么化学物质 有害气体 一般用这个 这一般强调的是致命 叫做致命的 最后一个单词 vendict 它形容人的毒 咱们常说最毒不过 这个人心 是吧 最毒不过人 这种报复性的恶毒的 叫vindictive 这个词跟我后面再展开讲 我后面再展开讲 叫vindictive 好 来 把我们 通过例句当中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说 methine and venom have made something truly horrific to behold 说类人体和毒液 本可以做出一些真正可怕的事情 要去看到 去被看到 比后的还能想到吗 还能想到吧 去看到 去了解到 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东西 最可怕的 它指这个意思 所以有的时候翻译就会异议一下 能看到最可怕的事情 就是什么什么东西 好 第二个单词呢 叫做什么呢 叫做clamoring clamor for 通过这个例句就能看到了 叫做什么呢 叫做叫嚣 为了什么东西 去要求去叫嚣 叫做clamor 是跟呼喊相关 antachness 这个单词呢 叫什么意思 还能叫他吗 anti 跟什么有关 看他来自于相反 一定要想anti 爱是跟相反 反对你的人 叫做敌人 对不对 爱叫做敌人 叫做敌人 敌人 咱们可以看看这个电影 没看过可以回去看 再看一遍 看看里面是不是会提到我们所说的很多单词 好好看这两个单词 叫做behold 看 还是有一种像感叹词一样 语气词一样的感觉 看 就是这种感觉 behold something uphold的往上举叫支持 回应呢 往上举支持 拿回来 握住 把根留住 叫做扣留 把根留住 扣 behold withhold somebody or something 对吧 就扣留了一些东西 扣留了一些人 叫withhold 拿回来 等于hold back hold back 好这边第一个 叫什么呢 叫做disclaim gain say deny 宣布 不是这样的 叫否认 第二个叫做 对下面人宣布 叫做演讲 对下面人宣布 演讲演说 下一个单词 reclaim the land this land will be reclaimed for a new airport 通过例句 再强化一样 开垦 they are going to reclaim the champion bring something back get something back 夺回 拿回 要求收回 aclaim 叫做什么呢 叫做赞扬 喝彩 加强叫好 好啊 喝彩 喝彩 好看这边 第一个 这几个单词 敌人对手 敌对对 反对者 来自于反对 这个单词 adverse 叫相反的 那这是相反的人 还是叫做什么呢 叫做对手 叫做对手 好 我们继续 看下边 下一次词 英专的同学 大家其实可以看一看 咱们的预料的 这边是咱们已经上第二楼的同学 读一读东西 也是帮你做一个强化 好 首先大家看一下什么叫sever 看这个图片能理解了不 看这个图片能看懂了吧 这个动作叫sever ties 是吧 断开 断绝 那这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表的 叫sever the connection 写旁边 sever the connection with 就是跟某人断绝关系 我们常说什么 跟谁断交了 就在断绝关系 把这个端语写的旁边 他没有太多的补充 sever the connection with cut off都行 与谁谁断绝关系 断绝联系 或者是sever relation都行 都可以 好 那这个时候我说一下他的技法 他作为动词也是一个基础动词 他的技法 这个他其实他的形容词是初中词 初中词是哪个词 写出来看能反应过来吗 看sever books sever 叫什么意思来的 是不是叫若干一些呀 是不是有几个 想起来这个单词了吗 为什么有几个 他从一个整体分开了之后 就变成好几个 是这种感觉啊 从一个整体分开的 分开了之后 就变成了若干几个 若干个几个 东西被切断 比如说 a severed rope 这大家能解吗 我再造一个短语 a severed rope rope叫什么意思 是不是叫绳子 是不是叫做绳子的意思 那其实就是什么呢 割断的绳子 一个被割断的绳子 所以当我们sever去记 分开的 分开的几个 一个是若干 severed rope a severed rope 好 他的同一词比较简单 就是separate 东西分开了 这个比较简单 写旁边 好 继续玩来看 下边下一个单词 叫做closal closal这个词 其实在新三上也有 那篇文章讲到titanic 有学过那篇文章吗 a colossal ship 一艘巨轮 大家现在可能坐游轮啊 去什么地中海啊 加勒比海啥 那船都比太太宁高尔还大 这个就可以叫做 有一种很powerful的感觉 大家看这个图片能理解吧 看巨型章鱼 在一些什么 什么科幻 什么电影当中啊 这些 或者这些纪录片当中 有看过那种吗 巨型章鱼 最后把什么船吃了 人也给吃了 这colosal squid 这个图片记住 通过这个图片记住 他叫做colosal squid 巨型章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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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形容词 他在使用的时候 直接修饰名词就好了 直接修饰名词就好了 好 把下面这几个大的词 来写下来 写完之后打一下e 写完之后打一下e 一定要动手写 写英文写词性就行 然后会说他的技法 好 首先呢 我先说一下这个 第一个单词 叫做colosal colosal表示的意思 要做巨大的 或者我们叫做异常的都行 其实这个指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指的是 这个公元前啊 这个希腊的这个 罗德岛人 击败马其顿入侵 入侵之后呢 缴获了这一些 这个军械兵器融化之后 制作了一个巨大的太阳神像 被称为叫colosal colosal of rose 其实相当于做了一个巨大的神像 它是来自这样的一个典故 然后后来呢 就用这个colosal这个单词 表示这个巨人 巨像 巨大的这种塑像 巨大的雕像 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专有名词 如果以后我们去意大利的话 坐地铁的时候 在罗马 你也要注意一下 古罗马那个斗兽场 就用这个词做了一个衍生 想一想 它指的是那种庞大的那种体育场 原来是斗兽人和兽 狮子和人打架 那时候我去那个 罗马的时候 我还说呢 我说那站叫什么玩意儿 是吧 那时候不知道 然后后来呢 看到它这个地铁上写的就是这个词 closing 就这种罗马的原型的大斗兽场 下次去意大利的同学 去罗马的时候 坐地铁的时候 你看一眼 去那斗兽场就这 但是去的时候 一定要赶早上 一开门就去拍 比如说八点开门 七点就到那 这样的话只拍一个小时 你等都开夜了再去拍 那就得拍三小时了 说这就是罗德岛的这个具象 用的就是这个词 那当然这是它的一个典故了 当然一个简单的技法 大家通过损失去记 这就比较好记一点 你就想成loss 这是一个联想的技法 你就记住 大家一起的损失 对吧 初中老师说过一句话 你看你在这耽误一分钟 全满56个人 被你耽误了56分钟 共同的损失 这是巨大的 co加一个loss closalship 当年初中老师说过 一个人被你耽误一分钟 全满就是56分钟 是不是 就是这种感觉 好像所有老师说的 都是一样的话 我们那个年代也是 好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单词 读一下 叫做stupendous 看下这个单词 stupendous stupendous这个单词 它强调什么 你看它的英文解释 叫做large or impressive 它的英文解释 听懂了吗 叫large and impressive 什么时候用这词 能反应过来吗 就是这种给人很了不起的这种感觉 或者也是表示巨大的 比如说stupendous costs 巨大的花销 惊人的花销 有个同学一个月正常 有个同学一个月就花1500 但是呢宿舍 看看另外的姐妹 一个月花四五万 这叫stupendous 表示数额的巨大 超出你的预期 这种大 你可以用这个单词 好 第二个还可以表示什么呢 就表示一个东西很了不起 比如说stupendous achievement stupendous achievement这词都认识吧 高中的四级的词 achievement叫什么意思来的 叫做成就 还记得它吧 成就 所以这叫什么样的成就 就这种惊人的了不起的成就 stupendous achievement 你这样画个浪线就明白了 马上就写上 了不起的成就巨大的花销 所以它这个词可以偏向于两种 第一种表示数额数字的大 是第一层 第二还表示的就是成就上的这种 很了不起 就是amazing 是这种感觉 好 第二个单词叫做prodigious 这个稍微难一点 叫做prodigious prodigious这个单词呢 也表示叫做 庞大的或者我们叫做巨大的 第一个呢 它也是可以表示什么 表示亮的 这个巨大 第二个还更多的还是表示什么呢 它更多的还是表示 就是我们说让人感觉到很惊讶 很令人钦佩的这种伟大 很惊人的 这个叫做prodigious 比如说prodigious achievement 跟它同一词的 prodigious achievement 跟它上面那个stupendous是同一词 就这种惊人的成就 或者我们说prodigious memory 大家还能记得吧 大家看一下prodigious memory 叫做这种非凡的记忆力 因为它都行 上面这个单词呢 它其实来自于谁 pand的这个词根 是跟什么有关 是跟重量有关 大家有学过一个词叫bomb吗 上面这词bomb说它的技法了 有学过bomb那个单词吗 一bomb两b的bomb pound 这是跟体积重量相关 所以你看他刚才说了嘛 强调的是数字体积的大 这个stu呢 其实还是强调的是站立的意思 就站在那儿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东西 一个庞然大物的东西 st这个字母组合 咱们上个四六级版的东西我讲过吧 这个我是不是讲过 st这个字母组合 绝大部分st都表示跟站立相关 你看就在那温森不动的一个大重量的 这个叫做很了不起惊人 了不起惊人的 prodigious这个单词 他跟谁是同根呢 他跟这个单词写下面 他的技法 他跟这个prodigy prodigy叫什么意思 叫神童 就是我们说a talented boy talented child 你听过这个单词吗 叫做prodigy 叫神童 是他的一个衍生 所以为什么我说 他想到给人一种很令人吃惊的 这种令人很钦佩的这种大 这种很惊人的感觉 但是他是神童衍生出来的 比如说你看你身边一个人 可能是12岁 就已经当博导了 那就是说prodigious achievement 了不起的成就 这个人就是prodigy 神童天才 叫做神童天才 好 最后一个单词叫做gargantium gargantium一般强调就是体积的庞大 体积的庞大 他这个单词跟谁是一组呢 跟这个词叫做gigantic gigantic这词有听过吗 我们没听过知道听过这个titanic吧 你可以把它写在一起 泰坦尼克号 gigantic还是叫做巨大 你看就是原因上发生变形 gargantium 也是指体积的庞大 你可以通过giant的具体积也行 gigantic titanic 泰坦尼克号 gigantic giant 巨大的 然后gargantium还是庞大的 prodigious 惊人巨大 这个以后再讲这个词根 因为这个词根 他其实ig还是来自于谁 ag这个词根还记得什么意思吗 还记得什么意思 是不是跟行动有关 为什么叫神童啊 就是他强调这个 就是这个人做事总是能够最先做出来的人 行动最前面 最在行动在最前面的一个人 这样的人 我们说叫做一个天才神童 是这个意思 是来自ig这个词根的面 这通过词根不太好记 所以大家把两个可以放到一块 这四个大基本上 就把我们万词阶段的最难的四个大 都给大家说到了 那老师读一遍 共同的损失 共同的损失是巨大的 stupendous 看一看 体积通过pen去想一想 它来自于pump 刚才我讲了巨大的花销 英镑也是表示这样的一层含义 叫做花销巨大的 叫做stupendous cost prodigious神童惊人的巨大的 比如prodigious amount of money 一笔巨款 最后一个词 gargantle你可以通过gigantic 去记忆 你可以通过titanic 对啊 titanic 通过泰坦尼克去记忆记 这是gigantic gargantle还是要庞大 所以把这个短语再记忆其他 colossal squid 叫做巨型章鱼 巨型章鱼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边 下一次次来 第一个叫做rally rally表示集合或集会 大家看这个图片 我说一下它的区别 来 congregate 记得的打一 忘记的打二 congregate 你昨天是不是讲了 考G2的同学门前来集合 昨天的词 绝大部分都记得非常棒 没记得同学加油了 这个词呢 如果强调聚集集合 它和我们之前学的有啥区别呢 就是这个rally这个词一般多强调的是军队的集结 一般用它 大家听懂了吗 所以就是咱们还是搞文字工作的同学 就要注意一下了 就是说它跟gather这样的词的区别是啥 一般军队 所以大家看报的时候 看新闻的时候 可能会看到这个表达 军队的集结 一般用它 第二个呢 还强调的是政治的集会 可能也会用到它 政治上的这种集结集会 军队的和政治的 一般用它会比较多一些 军队和政治 好 那接下来讲一下它的技法 这个词怎么去技它 为什么大家叫做聚集呢 Gigantic Titanic Titanic 各是一样的 就体积庞大 巨大 好 它这个词是这样写 我写出来 再看它能否理解 能看懂吗 re作为前决表是再一次 但是两个原因 看什么 所以说你两个原因的发音 要读成re-align 不这么读了 发音简洁 简化 那将一个原因降掉了 去掉了 所以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词 就是再一次大家 所有人们联盟在一起 再次大家联合在一起 看到它的一个技法了吧 叫做rally 名词也是它 动词也是它 名词动词它 你看这个通过这个小小的一个图片 下面这样的一个标题就能看出来 说how to rally the truth 如何集结 队伍对吧 集合队伍 这个叫做rally 好 那我们来看 比较简单的同一词 这两个 看都见过吗 assemble assemble和谁 和gather 都见过吗 叫聚集 聚集集合的意思 聚集集合的意思 好 那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 万词般补充下面这两个 第一个叫做master master 看看他 master表示的意思也叫什么呢 叫做集合 或者我们叫做 召集 集合或召集集结 但他一边也是 有指 集结谁 集结队伍 这大家就通过必须去集结完了 你想想想 必须把人们聚集在一起 叫做master and army 能理解吧 就是我们说召集军队 master and army 作为动词来讲 跟gather是一样的 你可以通过必须去集也行 同学说通过master去集也行 一个大师集合了很多人 这样记也可以 mast加了一个er mast加了一个er 好 这个词其实还有一层含义 心概念三当中 也是一个英式的用法 大家把这个短语写一下 叫做master up 他讲到什么呢 master up courage 把这个短语写在旁边 courage叫什么意思 我就讲过这个词吗 courage表示什么意思 master up 爱叫勇气 所以这个第二个 叫做鼓起勇气 用这个词来表达 master up your courage 鼓起勇气 我们这么翻就行了 master up the courage master up the confidence 对不对 鼓足勇气 to do something 像你遇到一个喜欢的人的时候 大家必须要看看 鼓起勇气 遇到喜欢的人的时候 因为遇到一个人 喜欢的人不容易 千万不要等错过之后 才说你曾经暗恋他 那个时候他已经嫁人了 都当孩儿的娘了 是吧 这个叫做必须鼓起勇气 讲一讲 叫做鼓起 第二个叫做集合 集合 好 看下边下一个单词叫做cluster 看一下这个单词 cluster表示的意思也叫做聚集 或者叫做密集 他这个单词前面影射的是谁呢 影射就是close close表什么意思 咱们学过说要关闭啊 就把一个东西给封闭起来 这就是一个集群 那里吧 咱们以后有机会去北京 对不对 咱们能看得到西二旗 它就是一个cluster的感觉 就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聚集在一起 那么行吧 或者我们说大家以后有机会去硅谷 就是一个一个小作坊 一个小作坊 聚集到一起的 所以这个是来自close 能看到我这样说close 能看到它怎么变化的吧 能看到吗 原因是变化了一点 就原因上变化了一下 原因上变化 基础老师的一个解释 叫做封闭起来的一群 封闭起来的一群 好 把这几个词给老师读一下 第一个 所有的人再一次在一起 通过all去记也行 align叫联盟嘛 叫做re-align 叫做rally 叫做集合集会 必须召集 集合 比如说master and army 你写一个短语也行 master and army 集结军队 cluster叫做是聚集 聚集在哪哪哪 没有就补充上 补充在笔记上就好了 好 看看下边 有这样一个进一词 这个是在2018年 还2019年 考研的原词吧 考研的原词 因为你看那是叫做 大家集结在一起 align这个单词 叫做使结盟 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 看看有没有去年做过原题的同学 或者是曾经有过一战经历的同学 18年的应一的词 我记得好像是 不是18就是19 叫做align 他这个词为什么叫做大家使结盟 能看懂他影射的是谁 A在此处呢 讲一下 A要么是加强 要么是否定 记住这个A的前缀 A作为前缀来讲 要么是加强 要么是否定 A只有这两个意思 那后半部分他影射 通过读音就能看出来 影射不就是align 大家站在一条线上 所以这个叫做是结盟 大家彼此是 怎么的 是利益是一致的 彼此利益上是一致的 叫align align 好 最后一个单词叫做confederate 这个能反映过来吗 他影射的中间影射是哪个词 是不是叫federal FBI 这个稍微看过点美剧都应该见过吧 稍微看过一点点美剧都应该见过 是吧 联邦那个单词 联合在一起嘛 叫做结盟 清楚这样的一个联邦 联合 联合在一起的 联邦叫做结盟联合 好 我们看一下 刚刚这两个词 看看忘没忘 第一个叫做severed connection 脑子里想想谁 想想several 分开那个单词 若干个分开 若干个 东西断开了 就变成两个 三个四个 甚至是更多 colosal 共同的损失叫做巨大的 看这个短语 看这个图片 脑子里想想它 叫做colosal squid colosal squid 巨大的 下一个单词叫做stupendous 巨大的 惊人的 现在通过重量举计 它是来自于pen的这个词根 是跟重量有关 体积的大 体量的大 成就的大都行 prodigious 这个稍微难一点 后面会再讲一次 后面展开讲词根的时候 会再提一次 叫prodigious 神童惊人了不起 非凡的了不起 gargant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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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视的词叫做gigantic 想想giant 就是巨人那个词 也叫做体积的 庞大巨大的 庞大巨大的 大家可能在以前学的大 都是什么词 当然比较简单 什么large huge big 这都听过吧 其实我简单 我也能跟你讲 关键 我给你讲这东西都会 你说我讲有意义吗 有东西说太难 难才学呢 明白了 我给你讲huge vast 不没用吗 关键你都认识 我给你讲的干啥呀 终极当中 就是我们所说的enormous 对不对 这些人应该也见过吧 超过了正常的大 normal 想想他 比如正常都是穿42的鞋 这人穿92的鞋 超过正常 对不对 正常以外的 那这就也是巨大的 超过正常尺码的 enormous 巨大的 巨大的 好 看下边 然后下一组 看这个图片能理解了吗 什么意思 看到大家 什么叫做sprung 能理解这种感觉吗 就是像四面八方 是这种感觉 像四面八方 蔓延生长 蔓延城市的这种扩张 对 就是urban sprawl urban expansion 能理解吗 urban sprawl urban expansion 就这种不断的杂乱无章的生长 用这个单词就行 如果人做主语的话呢 你看他还可以表什么意思 如果人做主语的话 其实就是指那大字形的平躺 就是懒洋洋的那种 咱们生活当中看这样的一个动作吧 这种感觉 四肢 这种大字形的平躺 张开四肢的 这样的平躺都可以 那这个单词 它其实跟谁是同根词呢 它跟一个词叫传播扩散 大家还记得这个单词吗 你可以把这两个词放到一块 你可以把这两个单词 放到一块 就是这种散开的感觉 散开的感觉 那这里边我们说一个字母组合 大家标注一下 SP开头的单音节词汇 SP开头的单音节词汇 通常都跟什么有关呢 它通常都是跟发散有关 标注一下 SP开头的很多词 都是跟发散有关 特别是动词 我造一个句子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说 The town 这个城镇 The town seemed to sprout for miles 能列什么意思吧 So the town seemed to sprout for miles 就这个城镇呢 连绵数英里 这台能力 这座城市啊 就向外扩张 杂乱无章的扩张 绵延数英里 人家说的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叫sprout 杂乱无章向四万八方扩散 叫sprout 通过spread去记 好 第二个单词叫做brow brow这个单词表什么意思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争吵 或者叫做吵架 那这边我说一下 br开头的词 通常跟什么有关 标注一下 br开头的词 通常跟分开 分歧有关 我讲它第一个意思啊 我先讲它的第一层含义 它通常是跟分开 分歧有关 OAOW 这表示钻 但这个大家不用管它 这个它不是一个词根 不用管它 它只是让那组行进词 我给大家总结到一起了 我给大家总结到一起了 你看啊 跟分开 分之有 比如咱们说brunch 树枝 这不都是它吗 你看两个人有分歧了 这叫做什么呢 叫做吵架 吵架 一个是像四面八方的 是杂乱无章 生长 下面这是吵架 下一个词叫做craw craw叫做爬行 扑腹前进 cr开头的很多词 和scr 这俩是一样的 脱长多是来自于手上的动作 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词 就是螃蟹这个单词 你看一下 它很多词可能都是跟手上动作 有一个 螃蟹什么特点 是吧 手多 cr开头的很多词 通常多是跟什么呢 多是跟手上的动作相关 所以这个爬行也是用手往前 是这种感觉 叫做扑腹前进 叫craw 叫做craw 好 最后一个单词 叫做scraw 你看是不是还是手上的动作 大家看到了 是不是还是手上的动作 涂鸦乱写 是这种感觉吧 涂鸦 乱写 涂鸦乱写 来 把这几个词给老师过一下 第一个 擦掉了 sp开头的词跟什么 跟发散有关 所以你看叫植物 这个发展 蔓延的生长 叫urban spraw 记住这个图片 叫做扩张 杂乱无章的生长 蔓延和平躺 都写 brow 两个人有分歧 break 你旁边写个break 有这样的这种 这种分歧的东西 打破了 这个叫做争吵吵架 craw 叫做扑 扑扑前进爬行 scraw 叫做涂鸦乱涂 涂鸦乱涂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来 继续看下边 这单词叫做salvage salvage表示营救 这个营救 大家能看到这个图片 它一般就指什么的营救 就指什么的营救了 在哪的营救 在海上的营救 挺好 它一般都指在海上的营救 就要emergency procedures marine salvage operations 海洋营救行动 海上的营救行动 看marine海洋的 salvage营救operation行动 你把船给吊起来 好 那今天我们来说一下 今天做阅读碰到这个单词了 那它前半部分影射 就是哪个词 看 就通过谁去进度 salvage 前面影射的就是save 这个单词 age 其实就是一个后缀 它既是名刺货罪 又是动刺货罪 所以你把前面就想到谁就行了 save save呢 在船上还得用一个什么东西吊起来 还得用一个绳子把船吊起来 你不是人钻进去 光人钻就不行 他把他打捞沉船 你想多了个l 用一个绳子把人们救起来 这个叫做海上营救 叫做salvage salvage 好 那第二个还可以表什么呢 叫做回收利用什么东西 回收利用 两层含义 就是挽救一些旧的东西 一会咱们看这个例句的时候 出现的就是第二层含义 挽救 营救 第二个表示回收利用什么东西 也可以用它 recycle的感觉 一会咱们看例句 好下面这两个词也是表示救援或者叫做营救 大家还学过更简单的 营救咱们基本学过两个词吧 一个叫save 还有个叫什么来的 高中的那个词叫什么来的 rescue 都有印象吗 一个是小学词 一个是高中词 应该是这样两个单词 应该是见过的 好 那我们先来看这两个单词 这个两个词就表示我们说遇到什么灾难 危险的时候 叫救援 叫sucker 这个我在报纸上看到过 两个词性名词动词都是啥 这一组说完就休息 别着急 别着急 我每天都两三节课 我也累 我太难了 我也累 叫做sucker sucker这个单词表示的意思叫做救援 叫做救援 那我讲一下 su加福音双写实际上是来自于谁的变体 它实际上是来自于sub的变体 注意一下 suc succ su双写是sub的变体 是往下嘛 你看咱们生活当中遇到那个 看到过叫什么那种矿难 对不对 如果你看到一些矿难行动 营救行动 就是跑到下面去 是这样的一则含义 而后半部分这个 ceor是来自于谁呢 它实际上是来自于cur的变形 这个词根表示的意思叫做跑 叫run 大家有学过气流水流电流的流 见过这个词吗 气流水流电流 见过吗 current I是这个单词 这个词根是跟跑有关 U和O 这是原因上发生了一个变形 所以叫跑到下面去 记住老师的一个解释 跑到 下面去 叫做救援 营救 叫做救援 营救 它呢也是比较偏文学用词一点 名词也是他 动词也是他 比如说我造一个句子 说 They gave They gave sucker to victims of war 他们像 怎么着 他们对于这个战争当中的受害者 实施什么呢 救援 营救 对于战争当中的这些 受害受难的人 实施这样的一些营救救援 这个叫做sucker 跑到下面去救援 好 最后一个单词叫recourse RE作为前置表示往哪 还是表示往回 这叫跑回去 这个也叫什么呢 叫做求救 所以救 最后两个单词 比较难的 一个叫做sucker 想想跑到矿井下面去救人 这个叫做营救 第二个叫做recourse 也叫做求救的意思 叫做求救 往回跑 cour还是来自这个词根 跟跑有关 还是来自这个词根 叫做求助 求救 求助 求救 都行 我造一个句子可以听一下 说 Your only recourse is legal action 说你唯一的这个救救方式 你唯一的这种求救方式 就是什么 诉租与法律 能解吧 这个叫做your only recourse is legal action 这个叫做求救 求救方式 不行 好 这里边出现了一个词根 大家标注一下 就是这个cour和cur 这个词根是跟跑有关 表示run 一个是跑到下面去 这个叫做救援 第二个是往回跑 回去搬救兵 在海洋上 sauvage 想要多了个绳子 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海上的 或者是火灾的 营救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例句 看下这个例句 看PPT 说 The bullet had severed Flore's spinal cord 作为动词 能看这个例句当中 它出现的是什么 是不是动词 是一个极物动词 说子弹 是吧 切断了它的什么 切断了Flore的脊髓 切断了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叫做sever something 在PPT上的 例句在PPT上的 好 第二个 叫做we watch as volcano periodically verbs out colossal black cloud 形容词就是名词 能看到吗 就是形成巨大的 巨大的灰云 巨大的云 叫colossal 所以当大家想描述一个东西 这种体积巨大 特别庞大的时候 你就不用那个big 就换成这个词 一起的损失 co加一个loss colossal 就是巨大 巨大的 好 再看下面 这个单词 again form rally held 集会 看到了吗 政治啊 军事上的会议 为了一个目的的这种集会 叫做rally rally 好 继续来看最后一个单词 叫做sever sever这个词 其实就指的是 叫做什么呢 叫做回收利用这个概念 你看 有一些东西 被回收 或者是捐赠的零件 创造了新的轮椅 建了一个新轮椅 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被回收和被利用的东西 跟recycle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意思 表示营救这个意思 两层含义都有 好 我们 把这几个词 过一遍 然后咱们再休息 过一下 咱们再休息 看一看 comprise comprise alien life 说这行星当中 怎么样 什么样的外形生命 叫做什么 叫做包括 就在包含包括 包含包括 或者叫做组成都行 apprise 等于inform 现在的同义词 inform 使你抓住这个信息 叫做是 告知通知 reprehand 叫做blame 简单词 就是blame blame 叫谴责 注意它的形容词 reprehensible 应受谴责的 加强 把你给抓住 要把你给抓住 这个叫做逮捕 逮捕 忧虑 apprehensive 这个词就是我们所说的 worry 焦虑 constitute st 我说我跟战友 我们大家站在一起 50个州站在一起 组成了美国 这个站在一起 组成构成 omit 注意它的名词 omission 先想它 miss掉了 miss掉一些东西 叫遗漏 miss掉一些东西 遗漏 好 看这边第一个 behold 看这个图能想来 什么意思不 behold 叫什么 看 对不对 看的意思 uphold 往上举 支持 维持 维护 支持 withhold 等于hold back 拿回来 把你给按住 按回来 叫做扣留 扣留一致 好 这边clamer 看这个图片能想 什么叫clamer 反对 支持 是吧 这叫做叫嚣 它有两个写法 看都带u的就是英式的 看到没 带u的就是英式的 不带u的就是美式的 好 this claim 叫deny gain gain declaim 对下面人宣布 叫做 演讲 reclaim the land reclaim the land for a new airport 叫做 开墾 reclaim the champion 对不对 from our rugals 叫做收回 下一个 aclaim 加强叫 好啊 这种感觉叫做 喝彩 喝彩 antactness 看看这图片 就能反映过来了 看他想哪个前缀 对像这个前缀anty 反对的人叫敌人对手 敌对的 antagnistic opponent 反对者 aniversary sorry adversary adversary 叫做敌人 敌人对手 venom venomus venomus snake 什么蛇 毒蛇 其中蛇毒啊 有毒的 venom是毒液 毒液 toxic 有毒的 toxic gas 有毒气体 litho 立刻就走了 吃完这就可以走了 很安详地走了 叫致命的 vindictive 叫做 恶毒 人恶毒 暴富性的 severed connection severed relations 断交 是吧 今天你看到 谁谁又跟台湾断交了 谁谁谁又跟中国建交了 是吧 这叫断开 想想 several 若干个 断开 colossal squid 什么样的章鱼 什么样的章鱼 巨型章鱼 这三个比较难 stupendous achievement 听同 听我说这个短语 一个回顾 了不起的成就 prodigious achievement prodigious memory 非凡的了不起的 惊人的记忆力 巨大的惊人的 巨大惊人的 gargantuan gigantic 想想 基安特那个单词 giant 巨大 巨人 那个单词 都是体积的庞大 rally 看这个图片 这巨人都干嘛 叫集合 rally troops rally the troops 这边master 必须集合 顺着意思 必须聚集 必须召集 cluster close 封闭起来的一群 也叫做聚集 聚集 是密集 讲的密密麻麻 聚集在一起 密集聚集 align 战成一排 叫 是联盟 confederate 形成一个联邦 也是联盟 urban sprawl 城市的扩展 扩张 杂冷无章的 向四面八方扩张 so sprawl for miles 下一次在你描述 说那个 看到这个地方怎么样 把这个短语给记下来 你这样说出来就很优美 你不能说 many many houses 那就完了 many many 老是many 那不行 so sprawl for miles 这个就是大家通过阅读 慢慢去积累 下一个 两个人有分歧 这叫做争吵 手上的动作 叫做什么呢 叫做 扑扑 扑扑前进 scraw 涂鸦 乱写涂鸦 scraw scraw 最后一座 营救 营救 好 我们上厕所 三分钟 跟哥为啥不关 衣柜 因为这衣柜 就是总有一个门会开着 好 来一首 JJ的歌 是 特别人 词 你 雷 天 天 还 我来说 你 好 祝 我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何不潇洒走一回 是吧 还有王妃 有时候 有时候 我会身子留恋 对 我就是那年代的 对 王妃 叶倩文 还有后来就是90年代末 就是张惠妹 对吧 我可以帮你吗 爱人 就是这样 邓丽君不是我这个年代的 好 继续玩来看 看下边 下一组 孙燕姿那个就 对 孙燕姿那个时候也是 有个尾巴 张绍涵 蔡依林 那可能 就是你们这年代的了 Slam 叫做 拼命窟 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展开 当年有一部 那个好莱坞的获奖影片 Slam.millionaire 看过吗 叫 拼命窟的百万富翁 看过这词吧 看过 Slam 就记住这个图片就行 这个也是没有太多的展开 因为它没有什么太多的考点 但是 很多也是 留学的词汇书当中 把这个词也都收进来了 这个大家可以通过谁记忆 你可以通过他去记忆 就是slow 生活节奏慢 是吧 各个方面都是慢 慢人 低人一等的感觉 你可以通过大家去想一想 叫做 拼命窟 你可以用slim去记忆也行 也挺好 都是营养不良的 非常瘦的 营养不良的 很瘦的人 这是拼命 拼命窟 叫slim 好 看这组词 来动手写一下 第一个叫做 vociferous 读一读他 vociferous 看看这个阿姨 vociferous boisterous cacophonous cacophonous rowdy rowdy clamorous obstraprous 写完之后打一下1 tranquil serine 看一看 vociferous 就是我们常说的 很过躁的 很吵的 这种感觉 写一下 这些词都比较长 边写边读一读 vociferous 就写英文就行 英文和词性 它都是形容词 boisterous cacophonous rowdy clamorous obstraprous 写完之后告诉我一下 好 好 来看 第一个单词 vociferous 这个单词为什么叫做 嘈杂 喧哗 方面标注感 它这个词前面部分影射的是谁呢 影射的是voice 我这样写代 能看懂吗 它怎么变化的 能看懂它怎么变化的 如果voc和voic 是不是一样的 这部分注意一下 它是一样的 原因和原因字幕组合 发生变形 这是第一天讲的 就是昨天 就是第一天 而第二部分这个fer呢 i和e就是一样的 fer这个词根 它表示的意思叫做carry 叫带来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单词 叫做转学 转会费 transferstation transfer fee 建国门 it's transfer station 有听过这个词吗 fer这个词根表示carry 就是搬和带来 ous是形容词后缀 所以就是带来了声音 记住老师的解释 带来了声音 这人一来乱糟糟的 你看宿舍有没有这样的人 他不回来宿舍特安定 他一回来冒烟了 是吧 这叫什么 这叫做很过躁 嘈杂喧哗 vociferous vociferous 好第二个单词 叫做boisterous boisterous这个词 大家标注一下 它其实就指小朋友的吵闹 家里都有孩子吗 大家看一看 有没有生孩子 那如果男孩特别多 我没有 就那种 男孩 嘈杂 st我是不是讲的 跟站立有关 你看男生站到一起 男生站到一起 叫做嘈杂 叫嚷的 嘈杂的 叫嚷的 叫做boisterous boisterous 从男孩去记 对很多小朋友 站在一起的时候 这里边看咱们在座的老同学 有没有当妈妈的 或当爸爸的 十一七天 是不是 我朋友圈很多人都说 但有孩子的 十个里边 我看大概得有七个到八个人 都发了相同的朋友圈 就是十一七天 终于过完了 就都是 就是 可能没孩子 一般都是很enjoy这个假期 或者说还没 还没开始过呢 怎么就过完了 又要上班了 但我发现有很多 有孩子都是 终于过完了 好像都是 但是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 但我发现他们的共性就是 都有小朋友 都有baby 叫男孩吵闹 下一个词叫做 cacophonous cacophonous这个单词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这个st还是想把它想成站立 还是想站的 站在一起 好 下面中间这个单词 它影射的是哪个词 影射的是forward这个词根 forward在拉丁词根当本身 是跟声音有关 sound 标注一下 它本身 是跟声音有关 而caco 这个词根 它本身表示bad 是表示坏的 但这个词你不用记 因为它其实 也没什么其他词的 基础词里 高级词课 其实也就是主要 常用的就是这一个 大家可以通过谐音记 你看卡壳 卡壳 卡壳的声音 你可以这样想看 卡壳 这东西 这种卡壳 卡壳的声音 这个叫做 嘈杂 或者叫发音不和谐的 caco这个词根 你要看词根字典 它给你写的 表示坏的意思 但其实大家不用记坏了 你就记住这就是 卡壳的声音 卡卡卡卡 我们就是以前的 卡碟脚带的时候 发音不和谐 发音不和谐的 嘈杂的 发音不和谐的 嘈杂的 好 一排 两排 但是他如果读成 row的时候 out 你看他读成这个音的时候 他其实有一个意思 叫做争吵 他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一般强调的是 比较熟悉的人之间的 这种争吵 比如说你和你哥 这之间 很熟悉的人之间 这种争吵 所以这来自于争吵 这个意思 那争吵什么特点 那还是宣导 叫做rally 叫做rally 所以注意 他读成row的时候 奥运会我们看到的是划船 初中老师讲的是 一排两排的排 但这个词 如果读成row的时候 表示正吵 那加了dy 其实指的就是吵闹的 金融人 行为上很嘈杂都写 比如说 rally youth 就是这种吵闹的年轻人 对吧 种捣乱的 很吵 乱哄哄的一伙人 你可以叫做rally crowd rally crowd 都写 rally crowd 好 下面这个单词 大家能反应过来吧 反应过来的打1 没反应过来的打2 能反应过来不 能看过来吧 这个数据刚才在我们半个小时前讲的 来自于clamor 叫嚣叫喊这个单词 加ous 所以叫嚣嘛 大家都上街游行 所以叫嚣的时候也是嘈杂 嘈杂的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obstraprous 这个比较难一些 obstraprous这个单词呢 它其实中间部分 看ob作为前缀 表示加强 中间部分把它讲成谁呢 这一部分大家把它讲成street 就是街道 哪儿宣到嘈杂 街上 而per 它其实影射的是谁 影射的是出现 就是appear这个词 就是出现在街道上的时候 那为什么咱们买房都不愿买临街的 对吧 你想一想 街道的特点 obstraprous 那叫作轩宣消 吵闹闹的 这个比较正式一些 啊 宣消的 啊 吵闹的 都行 它也可以形容人 啊 形容一个人 怎么的 这个 难以驾驭 不好管 也行 难以驾驭 不好管 第一个形容人群的 喧嚣 嘈杂 第二个 形容人 啊 难以驾驭 啊 很任性的感觉也行 啊 但通过这个street抓住特点去记 这个抓住climber去记 他抓住rock 这抓住声音 这抓住男孩 这抓住声音 这就是他记词的点 看到了吗 抓住他记词这样一个点 这些词都是跟喧嚣吵闹有关 好那看下面这两字 这是他的反义词 反义词 反义词第一个单词叫做tranquil 大家看一下他 tranquil表示宁静的 他这个词后面部分映射的是这样 比如说a tranquil village 一个非常宁静的小山村 我生在一个小山村 是吧 quiet 看他映射的是quiet这个单词 安静 他映射的是安静这个词 tran其实映射就是前缀 就是我们常见的trans这个前缀 从这边到那边 从这边到那边都是很安静 那他的一个衍生 大家可以看一下叫做tranquilizer 我们常说的叫做什么 叫做镇定剂 使你平静的东西 很多同学你看上课从来不跟老师互动 每天上课都吃两根镇定剂来的 面无表情 咔咔猛记笔记 下课的时候也是面无表情 直接灌上电脑了 这叫做使你安静的东西 镇定剂 镇定剂 好 下一个男子来读一下它 叫做siren siren siren表示的意思叫做宁静的 或者我们叫做静谧的 这大家可以通过谐音记一记 就是死人 咱们常说死静死静的 是这么说的吧 大家可以听说死人聚集 死静死静的 他的名词叫做sirenity 但他这个用词就比较优美了 就我们常说叫静谧的 对吧 非常幽静 就是幽幽谷只有尔康和紫微在里面 山无能天地和回荡在山谷里 是吧 紫微紫微一声声在山谷里回荡 这种很幽静的感觉 死人 sirenity是他的名词 名词形式 好 把这几个词读一遍 Vociferous 抓住voice去记 有声音喧闹嘈杂 boy 抓住男孩 一般多指小朋友的吵闹 多指小朋友的吵闹 下一个词叫cacophonous 来自于声音 咔咔的声音 嘈杂 发音不和谐的 Rowley 咬咀的意思叫什么呢 叫做来自于谁 Row这个词 两个人抢牌吵起来了 Clamorous 来自Clamour 在街上 Obstreperous 喧闹嘈杂 喧闹嘈杂 来自Quiet Quiet 最后一个词 死人 宁静静静静 好 看这种词 这种词 这种词比较多 我刚才讲过 SP跟什么有关 来做一个小节 跟发散有关 然后呢 BR跟什么有关 跟分歧有关 分开啊 我两个人有分歧 东西的分支分歧 想起来了吧 SCR和CR 可能是来自于哪的动作 手上的动作 对不对 它可能是来自于手上的动作 别忘了啊 很好 ST呢 是跟什么有关 ST 记住 它是跟站立有关 它强大的是站立不动 站立不动的那样的一种感觉 好 那接下来我们专门展开讲一组这样的一组词 叫做SL开头的词 SL开头的词呢 通常多是跟下滑有关 特别是单音节词汇 很多词其实都是跟往下走 你看我们说睡觉怎么说 睡觉叫sleep 睡觉怎么说 睡觉也是这样啊 躺下来是不是滑下去啊 没人说一睡觉倒立 脑袋顶枕头上 那睡不着 那一会脑冲血了 往下走 滑倒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单词 写下来了吗 看一看这样的一些词 第一个叫做slash slump slack sloppy slungly slumber slay 下一个词啊 叫做slither slither slingshot 写完之后打一下e 写完之后打一下e 不要写汉语意思啊 昨天来上课的东西我都说了 要汇记笔记啊 写英文词性 还有它相关的注记方法 把这个词的意思记下来就行了 再读一遍 写完之后再最后等它们一遍啊 slash slump slack sloppy slovenly slumber slay slither slip shot 好 来看第一个单词啊 叫slash slash呢第一层含义啊 我们就叫做削减 你看这有个剪刀 通过这个图片记一下 你说slash slap spendings 削减开销 大家听懂了吗 叫削减开销 削减花费 比如说这十一七天啊 你有点花贸了 报了万次班 花了四百块钱 对吧 四百多块钱 五百块钱将近 那这时候怎么办 那这时候削减开销 后半个月 slash spending 它作为动词是一个极物动词 那怎么去记它呢 它是向下 把什么使什么东西向下 看后面脑子里想谁 想cash 使现金往下走 现金向下 sl cash 别着急啊 第二个意思叫什么呢 叫做砍 大家想想砍什么特点 就这样 我不要 我不要找他 什么 而看 看不见了 我乱砍乱批 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 这个动作 乱砍乱批 砍呢 是不是也是向下砍呢 咱们讲 哎呦 我妈把我去 美国的预算给砍了 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 我妈把我去美国的预算给砍了 是这种砍 也是一定是向下砍 大能力吧 那往上的叫挑 大家能理解吧 哎 这是一定是向下砍 是这个动作 啊 所以两层意思哦 一个叫砍 一个叫做削减 啊 一个叫做削减 有同学问根哥为什么这么白 科技的力量 懂得同学自然懂啊 所以sl加cash 啊 好 第二个叫slum 叫暴跌 这个就长考了 啊 这个就长考了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暴跌 昨天这个股票还十块钱呢 今天变一毛了 对吧 那这怎么讲 sl加谁加jump 向下跳 大家有听过吗 说哟 大盘跳水了 听过这些话吧 哟 大盘跳水往下跳 是这种感觉 懂懂懂 哎 这种感觉 暴跌 下陷都行啊 东西忽然下下去了 还是往下 提出他啊 叫slump slump 啊 别上啊 下一个词叫slack slack为什么叫做 萧条的 通过谁去记 你看经济下滑 又缺少顾客 通过他的记忆 一进商场啊 发现服务员啊 比那什么还多呢 是吧 比顾客还多呢 萧条的 萧条的 第二个表 松弛的 比如说女同学 看看你这个 这个胳膊 是吧 一招手的时候 忽伤忽伤直晃 是这种感觉吧 这是 肌肉太松了 皮肤看 松一定是往哪 松 也是往下 能力就说松也一定是向下 是这种向下搭了 啊 是这种感觉啊 所以为什么咱们说洗脸 一定要这样洗脸 大家能理解 洗脸一定是往上洗 啊 就地心眼力把你的脸 都搭了下来了 所以第一个叫松弛 皮肤的松弛啊 第二个叫做萧条 啊 萧条啊 好 下一个单词叫sloppy sloppy这个通过谁去记 通过拖鞋去记 啊 通过拖鞋去记啊 穿拖鞋很邋遢 叫sloppy 你看咱们要上外教课的话 那外教课一般就穿个大裤衩子 还露巴拉屁股 然后穿个塌了板子 对吧 拧着胯过肘子 对吧 这种啊 叫做什么呢 叫做穿拖鞋的人 邋遢 不整齐 啊 你看上外外教一般都这样 外教很少有西装革履的 那除非是日本外教 天天老穿个西装 对吧 一般来说呢 那他不会穿西装 啊 好 看下一个单词 叫做sloply 拖鞋也是塌了嘛 向下的感觉啊 好 看下边下一个单词啊 下一个叫sloply sloply它是来自谁呢 它是来自于sloply这个单词 sloply本身表示的意思就是指 这是留学的托福里面的啊 和JRE里面的词 就表示不修蝙蝠的人 很懒散的人 啊 不修蝙蝠的啊 很懒散的人 叫做sloply 啊 叫做sloply 那加了个ly呢 变成了谁啊 变成了 邋遢 对不对 邋遢 他前面你把他讲成谁也行 把他讲成slow 你做事也是慢吞吞的 你快点吧 你别在那儿磨叽了 是这种感觉 想一想啊 不修蝙蝠很懒散的 不修蝙蝠的人懒散的人 不修蝙蝠的懒散的啊 这俩其实同一词了 穿拖鞋 穿拖鞋的人啊 sloppy slumily 好 看下一个单词叫slumber啊 slumber就是什么 就是sleep 不要写汉名意思 这在新年龄4里面有啊 也是一个英式的 雅思的同学注意一下 英式的比较正式的用词 就是sleep sleep怎么用 slumber怎么用 就是睡觉 所以你还是往下躺 但能写吧 他还是一种往下 睡觉的时候向下躺的啊 叫做slumber 叫做slumber 就是slip的一个正式说法 他其实就是slip的一个正式说法 这是一个留学里面的词了啊 好 你要看这词文字典 他写的就是slip啊 就是他啊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slay啊 slay叫雪橇啊 这个大家认识就行了 你可以同个谐音记一记 就是slay slay slay的啊 雪橇不也是滑吗 往下滑吗 滑雪的时候 你这样想一想啊 对不对 slay啊 好 下一个单词叫slether slether表示的意思叫做 滑动或者是滑行 比如说像蛇的这种啊 滑动滑行 用它都行 滑动滑行 比如说a snake slithered across the grass a snake a snake slithered slithered across the grass 叫做滑行 还是跟滑有关 滑 好 下一个最后一个词叫做slip shop 表示的意思叫做马虎的草率的 它其实是来自于 谁啊 来自于slip本意啊 slip本身有一个什么 它除了表示滑倒以外 还有什么 它表示的意思叫做小错误 小失误啊 我们常说口误 是吧 你可以用它asleep of the tongue 舌头那个词的town 啊 是吧 最新年龄二的文章 就讲到了 对不对 叫口误 叫做asleep of the tongue townsleep 大家知道一下 比如说我们说笔物就可以怎么说 asleep of the tongue 能不能理解吧 asleep of the tongue 所以它是跟失误有关 它是来自于这个小错误这个概念 就是又马虎了 出现一个小错误 是吧 是这种感觉啊 叫做马虎的 很草率 来大家把这几个词给老师过一下啊 把这几个词给老师 动词是滑雪桥 好 来看一下这边第一个 脑子里想现金 现金向下是削减 往下跳是暴跌 往下跳是暴跌啊 缺少顾客萧条松弛 slop影视的是sleeper 原因发生变化 我这样写得看懂吧 I跟O是一样的啊 原因变化 穿拖鞋的人 邋遢不整洁 sloven 叫做什么呢 叫做 邋遢不整洁 不修蝙蝠的 不修蝙蝠的 对不对 你想到lovely也行 不修蝙蝠的女生很可爱 有吗 比如说一个女生啊 这个棚头垢面啊 然后 什么满眼眼屎 然后一笑的时候 牙上还有两片韭菜 这样的女生 男生会喜欢吗 男生会喜欢这样的女生吗 slumly 假装可爱吧 好 看下边啊 下一个叫slumber sleep 睡觉 slate slate 血敲 血敲 滑血敲 下一个slater 滑行 slip shot 叫做 出现一个sleep 一个小错误 再次强调啊 叫做sleep of the pen 笔物了 这是一个失误啊 所以容易出现失误的人 这样马虎 草率 好 看看下边啊 最后两个同意词 刚才咱们说 它第一个叫削减啊 第二层含页 还有什么意思 叫砍呢 那砍这里面第一个词叫做gash gash表示的意思是指 这个很深的这种伤口 就东北话 哎呦 手滑个大口子 大家听懂了吧 一般强调的是很深的伤口 叫做gash 比较深 动词就是指 也是砍得深或者是滑开 砍或者是滑这样的意思 大家可以通过 谐言记就是 哥阿嘎 嘎伤 gash 就是歌伤的感觉 你可以这样讲一下 gash 被歌伤了 它就是这个意思 一般讲的是很深的扣子 叫gash 第二个词叫hack hack这个单词 第一个意思 我相信大家都比较熟 哪个词 hacker听过吗 hacker听过吗 这叫hacker 这是它第一层含义 动词呢 就是表示 窃取嘛 对不对 非法篡改 电脑程序 这样的一种行为 我们叫hack 那第二个意思 也身为也叫什么呢 叫做砍 乱砍乱批 叫做乱砍乱批 这两个跟歌 砍相关的词 注意一下区别 第一个 这是强调的是 歌很深的伤口 一般用这个词 叫gash 该死的 又滑了个口子 歌开滑开 hack 砍批 那slash呢 最常考的是第一个意思 削减 最常考是这样的意思 好 来看一下边 这词说一下 压糖几分钟 再压两三分钟 咱就下课 这里边呢 出现了一个后缀 这个后缀 大家能看到吧 它是什么后缀 大家发现后缀确定的是什么 咱们说后缀确定的是什么 后缀确定的是 磁性 后缀确定的磁性 所以今后再看到 ARD结尾的词 绝大部分 可以说99% 都是什么 都是名词 个别的 只有一个是形容词 绝大部分都是名词 都还有名词的意思 你看第一个词 blizzard 暴风雪 看到了吗 暴风雪 暴雪公司 打游戏的同学都比较熟吧 没有背部的同学 可以通过他想想 叫做不利于走的 你看 不利于走 叫做下了暴风雪 没法走 利于走的 好 看下一个单词 legged legged叫落后者 看他 leg leg这个单词叫什么意思 他本身就翻译成落后的意思 能跟上吗 今天这速度 比昨天是不是稍微好一点点 是吧 比昨天稍微能跟上一点点了 应该 叫做leg 叫落后 落后 大家可以通过腿去记记 就是说一个人总脱后腿 就落后 脱后腿 落后 落后 好 继续往来看 落后 通过腿去记 咱们又脱后腿 落后了 通过腿去记 加ard变成人了 下一个slugger 叫懒人懒鬼 这个词他前面部分影射的谁 slug叫做鼻涕虫 看个哈利波特吗 对不对 没有背部的话 你通过slow去记 行动很慢的人 这个ug实际上就来 还是来自于这个词根 大家还记得这个词根吗 再来一遍 这个词根叫什么意思 ag这个词根的变形叫啥 是不是跟行动有关 act 他跟行动有关 就是行动很慢 叫懒鬼懒人 懒鬼懒人 叫做sluggerd sluggerd slug叫做鼻涕虫 lag落后 这是不利于走的 邪音机 叫暴风雪 好 看下面下个词叫做coward coward叫做胆小鬼 这个在以前 可能听的应该相对来说多一些 他比前面的更常见一些 那他的形容词加个ry 就是咱们双说胆小的 cowardly 对不对 coward cowardly coward cowardly 好 你看暴风雪的同一词 第一个叫snowstorm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tempest的暴风雨 这个咱们看文学作品的时候 可能会看到 他跟谁同根 tempere 发脾气了 咱们说哎呦我这回家 发现万词般笔记丢了 跟我一顿狂风暴雨 大家能理解啥意思吗 南方的同学能理解吗 东北的同学可能更熟悉一点 这万词般笔记 上了30节课 最后就剩4 5节课了 笔记忽然丢了 跟我一顿狂风暴雨 说我没给看好 这个叫做 发脾气 tempest temper tempest temper 这是当年在新东方 发生过的真事 那个时候 应该大概可能10年前吧 就是10年09年左右 我印象特别深 住宿部 住宿班一个海南的同学 就是上家住宿 那个就是在新东方上 那个一万的词汇集训营 然后封闭 学了十几天 然后没多长时间 就给我写邮件 就说根哥 我的笔记落在飞机上了 我在飞机上本来 那时候想再复习复习 然后就把它放在 那个前面那个座椅那了 然后到家的时候发现笔记 想起来拉笔一下 就欲哭无泪 记了十多天 记了两本 这就是你们在图书馆也是 这笔记千万别放在 图书馆的桌子上 确实是 千万别放在那 如果你放在那个万词班 什么讲义都不要放 这个上一个班还说呢 万词班的书放在图书馆被偷了 被人给顺走了 你上面你要是想放在图书馆 你包一个图片 我不是包一个书皮 比如上面写上什么 是吧 大家不会拿的书 比如什么考博英语啊 或者是 是吧 人性的什么什么 或者是写上 葵花宝典 论演员的自我修养啊 或者是什么毛盖 瞪论啥都写上 包个书皮就行 这样的书一般可能会拿的几率比较小一些 最后这个单词说一下就完了 这里边大家主要记住这个短语 记住这个短语啊 叫做strenuous exercise 记住了吗 叫做剧烈的运动 学医的啊 这要会说啊 说avoid strenuous exercise 避免剧烈的运动 因为今晚吃太饱了 不能太剧烈 太剧烈容易吐 strenuous本身叫做辛苦的 这个词大家看 他跟谁是同源 能看出来吗 哪个词 叫做strength 以前有见过这个单词吗 叫做什么来的 叫做力气力量吧 对不对 力气力量啊 最简单的是初中词 就是strong 这个词应该都是初中的了啊 strong 这个单词啊 所以就是strenuous 他把谁给脱落掉了 大家反应过来没 他把哪个字母给脱落掉了 他把哪个字母给脱落掉了 哎 这是咱们第一天讲这个规则了吗 所以这个g他没不发音了 就给脱落掉了 这是昨天讲的东西 所以你把这个strength 进到旁边就行 strength 把g给脱落掉了 那后面加了一个uous 变成了辛苦 需要你用力气的吗 用力气去做的 辛苦 那这里面大家主要记这个短语 叫strenuous exercise 剧烈运动 在六级的完形填空里 考过这样的一个表达 叫ligorous exercise 它俩一样 听懂了吗 vigorous vigorous叫做 精力充沛的 有活力的 大家一直 一直精力充沛的运动 当时这个文章里考的 其实就是vigorous 就是考的这个意思 叫剧烈运动 有一篇完形填空里 讲的骑自行车 大家可以能够 谐言记忆记忆 你看为什么叫做 有活力 为歌 有活力的 有活力的 vigorous exercise strenuous exercise 放到里面背一背 好 来 看一下这几个例句 slum才能下来什么意思吗 死烂 slum 记住死烂 死烂 那房子死烂死烂的 叫做贫民窟 说burning slums 烧毁了贫民窟 第二个 vociferously 叫做嘈杂的 大声的抱怨 complaining vociferously 用的是副词 这里面用的是副词了 下一个slash slash的budget 怎么理解 budget叫什么 这次有背过吗 叫预算削减预算 削减预算 下一个词 strenuously 叫做辛苦的 费力的 你看这叫极力的 去怎么怎么样 辛苦费力 辛苦费力 记住那个短语 考试的时候 见到就是那个短语 strenuous exercise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把昨天的进度追回来 昨天慢一组 今天咱们赶回来了 老规矩 21点的时候 21点30左右 我们可以先过一下 21点30左右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然后呢 明天早上7点是第二遍 对不对 明天早上7点是第二遍 然后明天17点是第三遍 大家一会儿 现在我跟你讲 大家现在 你去吃个苹果 或洗个脸 洗个澡 然后9点到9点半 你就把这些内容过一遍 哪怕都读一遍就行 然后9点半 在微信群里去做一些测试 测试 然后再安然的睡去 明天早上再来第二遍 一定要加油 要加油 连续你上三 三天四天就OK了 明天和后天都没有课 然后我们会在群里 明天还正常 群里的活动会正常 然后大家明天晚上的时候 把第一天的内容再过一遍 听见了吗 明天晚上 把第一节课的内容 再过一遍 明天没有我的课 明天没有我的课 好 加油 我们第三节课 就是周末 应该是周五吧 周五或周六的时候再见了 拜拜 周六的时候再见 周六是下午上课 自己大家看一下课表 周六我记得是下午的三点半 还是三点上课 看清楚课表 看清楚课表 我看到了 原因是周末